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6日 今次就講一個應該早些頒發的行政命令 不知為何這麼遲才頒發 特朗普总统白宫在1月5日时宣布在那份备忘录里面 会阻止这些极左的团体 就是这个Antifa 会阻止有关的人士进入美国 你可以知道 曾经阻止那些什么人进入美国 委内瑞拉那些诸如此类 很明显他们意识形态一样 其实你应该阻止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 那些环保知识分子 收了一些分顶 然后写环保报告那些 有理有据有折的 原因就是因为那些组织 有组织就坏了 就是那些Antifa 从事一些极端的暴力行动 试图颠覆美国危及国家的安全 侵蚀国家的结构 毁坏国家的系统 逃独青少年的心灵 后面那些我嫁给他的 白宫的新闻秘书 凯利麦肯立尼 在1月5日 短间的一份声明里面就说 那些激进Antifa分子 襲击美国里面 那些首发的美国公民 那些邻居 和那些小企业的主人 摧毁社区几十年来 珍惜的一些历史性地标 就是在拉那些批林批孔 拉那些林肯像 结构信像 其实你看回那份国防授权法案 已经是跟那些Antifa在勾结 其实这件事已经应该用 Insurrection Law 然后将佩洛西等人 有份签订这个法案通过的那些议员 都很多下 那全部拉完才是的 很简单 他们呀 国防授权法案那里 就做些什么呀 在这里改一些军营名 无视这个美国的历史 如果你说 这个这样的美国的历史 是Donald Trump一个人 就是可能 军营是改个名叫Donald Trump的 那你不让他用这个名字 各样的那些都合理 因为你没理由 现界总统做这些东西 但是说的那些军营的名字 老早就传下来 是一些传承来的 你凭什么去delete人呢 这个是一个文化侵蚀的活动 就正如那位 好像犹大拉比 就是犹太教拉比那些 就是牧师的 类似那位 那位仁兄说的 今次的是一个无形的战争 做的呢 就不是那些什么飞机大炮 而是用一些语言 文字 其实也是 老实说 战火 早已经研点了 一片风火 你看到风火连天的了 只不过 敌人是什么 Hidden enemy 是在内部的 不是在外在的 所以欲伤爱 就必先安耐 这个是永恒不变的 如果不是不断拖后腿的 你那些情报机关各样都被人滲透了 得到的情报都是错的 我就说了 你这些铁达尼号都没有用的 原因就是因为呢 你的图坏了嘛 如果你 Action 230 不可以去 获得一个修正的时候 你容许那些社交媒体 被人在那里腐脑 滲透 令到那个国家里面 所有的机器 运行的方向都有问题的时候呢 那美国的国家安全呢 就 真是 付诸一句 整件事令我想起那些 编子军 将分复辟 那么就想着 回复回这个清朝的统治 一个更加不文明的一个王朝 就想着 重返 当时 当时算是现代文明的嘛 重返一个共和体制 在今时今就是一样的嘛 你就将1960年那套 Antifa 那些 你就将那套 这样的文化大革命 那就输入了去美国 你Antifa 那些完全是 抄那本手冊仔 就不知道是不是读过那些毛毛大的哦 白宫新闻秘书 麦肯立尼 同时之间 亦都讲到 这种这样的暴力 和无法无天的行为 在美国是没有蜡烛之地的 这件事呢 McCornel都同意的哦 因为自己家门口呢 就被人说花了嘛 但是 问题是什么呀 那些人 华盛顿那些州长各样那些 之前 你就纵容这些这样的人 打扎抢销 喂 只是这件事已经失职了 应该问责下台啦 你现在就是咯 加利福尼亚州那边的套房吗 ž 这次被人扭拢了啦 走去弹劾的时候呢 发个签名啊 announcement someone 麦 其實有真的很 Ch 应该有一个弹劾机制 如果那么多人都同意,这些人应该下台的时候,那就很应该,踢走他,然后再选过,是要有一个弹劾机制,问责下台才行的,除了选举之外,还要有监督,这个也是管理上面,就是很简单,这一间公司就容易做管理,但是去到一个国家的时候,管理就失灵了,管理是讲什么的,你国家有个目标,然后一直走下去,走完之后会有个结果,组织完之后出来的结果,你就会检视这个结果,然后feedback回去, 看下怎样可以运作得更加畅信,这样才为之一个管治,谁知道呢,他就袒满了你的投诉部,做得不好的时候各样,你在批评他,各样 mainstream media那些,就会和他粉饰,至于保守派各样那些,你有信仰,有那种体线原则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示意抹黑,我都不明白的,就好像那位proud boys那样,那位领袖,走过去, 撕谁撕了那只旗仔,那就撕了那个BLM在那个教堂里面那只旗仔,那跟着就被人拘捕了,你BLM之前,就去烧别人的那些美国国旗,那又没有被人拘捕,那是双重法则,对于保守派就是一种法则,对于那些呢,所谓的自由派,又另一种法则,民主自由,是不可以没有底线的嘛,在任何的东西,玩到没有底线的时候都是错的嘛,很简单的嘛, 但是就不是因为这种错,然后去否定他嘛,这样做是因而废食的,那当然啦,因而废食这种东西呢,他就就是因为因而废食咯,所以就将所有东西推到去极致,那之后就可以破坏扭曲了系统,令到那些人呢,对这个系统失去了信心咯,就是有什么理由,搞到那个性别上,阿文,阿文,阿文,这样都可以才行的,是不是? 那以后怎样啊,Godfather又不是啦,Godmother是吧,教父之外又要弄个教母出来啊,还是怎样啊,教父母,搞下搞下,我只想起这个李莲英啊,在九品芝麻官里面,被人骂那样东西而已啊,就是阴阳什么什么,所以白宫那位新闻秘书呢,就说到了,今天啊,特朗普总统就签署了一份备忘录,确保联邦官员会依照这个联邦的法律,将这个Antifa就评估为,一些和恐怖组织有关的外国人啊, 意图从事犯罪活动的外国人,所以就不会让他们入境,令我想起什么啊,这个就是RICO法案啊,就是,他们是有组织,啊,那这个是一种反恐的部署啦,其实是的,基本上,你美国现在呢,被哈梅内伊啊,威内瑞拉啊,哇,就是,啊,无怪乎,这个林伍德律师在那里说什么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啊,就是为什么啊,又意大利,又西班牙,又德国,什么都有啊,真是,就是四方八面的,那些敌人是,基本上就是一个 Localist啊,本土主义,啊,对抗着一个叫做Globalist,环球主义啦,简单说,你想锁起家里的门啊,那之后呢,啊,他就找东西叫松你的门,啊,在那里说什么,哎,大家一家人,啊,share一下啦,他又不share他自己的东西给你的啊,不过他就不断拿你家里的东西啦,大爱无疆解啊,不要这么戒怀啦,这帮全部,所以特朗普总统在备忘录里面呢,就说啦,因为美国公民是需要安全的,很合理啊,是不是啊,所以根据这个移民和国籍法,National National Act,Nationality Act,那将这个Antifa判定为什么啊,就是从事恐怖活动的外国人啊,那所以不允许那些人入境,喂,不允许入境,最重要的是什么啊,驱逐现行那些人出境啊,世界现行犯啊,不要只是不让他入境才行的啊,你要排出这个瘀毒啊,哇,如果不是,你看看,参议员,霍里那些,都遭受恐吓,你即是,现在美国国境里面有什么人在这里啊,整班人,全部都是思想有问题的啊,就算是想有问题的啊, 就算是巴以啊,都没有否认到的啊,8月9号的时候,前司法部长,是啊,前啊,那就讲到,啊,这个BLM啊,各样的组织是什么啊,意图在美国建立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些革命性的组织,无政府主义者极端组织,虽然宣布了,但是一直都未采取正式的步骤,啊,今末就OK啦,就是首先证明,证明完之后呢,就要做事啦,事情很清楚啊,啊,所以那个memorandum里面讲到,Antifa是利用悲剧,推动了激进, 左派的,无政府主义的,经常带有暴力色彩的,啊,的一些议程啊,喂,其实你那个,什么armen,啊,women,啊,那个都是,这个是语言暴力的意思而已啊,是Antifa数珠的,物理性的暴力,尤其是啊,他列举了,啊,有个独立记者啊,也遭受到,这些这样的Antifa的攻击,啊,因为他报道的时候,报道人的那些坏东西嘛,这个,Andy Unger,在2020年6月啊,他有控告到这个波特兰Antifa组织,啊,对他的攻击,喂,你就算Fox, 啊,他就算Fox,啊,Tucker,在那里访问那个Antifa那些人,喂,基本上那些人就是稀皮士来的啦,差在未在萤幕上面,啊,吸食这个美国生草药那样的意思而已而已,哎,何感例就不同了,啊,他有,而那些这样的组织,啊,是认为怎样啊,有些人,啊,就是顾左右怡言他啦,他又没说到,打你就打你咯,不用给面子啊,那当然啦,州长包庇嘛,啊,那当然就不用给面子的啦,但是他没说到那么白,啊,都重要一些形象,啊,他就是说,哎,可以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啊,去应对一些极端的思想,啊,去应对 啊,啊,Tucker 啊,就是说,哎,那你始终都没有否认到,啊,你那些物理性的攻击是错误的吧,终于啊,啊,叫做做到一些成绩出来啦,至于会不会退呢,啊,就不知道,看下去啦,而Memorandum 里面就说到,国务卿,就是蓬佩奥啊,啊,还有司法部,部长,新任那个啊,还有国土安全部,部长,又是新任那个啊,又有那些全部失职,啊,应该问责,啊,甚至乎应该是,你对付海盗,应该怎么对付的啊,你看加纳比海盗,你就知道啦,You need to be hacked, 就是因为那些人,啊,破坏了这个国家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特别是,啊,那些,就是其他善良,啊,如同羔羊一般,啊,那些人仔啦,啊,就是这样样,好,今天讲到这里, 哦